百萬單親爸媽,政府無幫,不是吧? 她是單親媽媽 她們都是單親媽媽 一點都不奇怪,因為單親不是問題 像杜女士般,在內地離香港 才發現另一半已經有家室 但她選擇離開,好過夾硬一起一吵夜吵 寧願母兼父職,一手一腳抽大三個子女 現在兒子已經17歲了,還照顧妹妹做父母的份 統計主持物發表報告 發現香港的單親人士,比10年前增加了3乘3 當中有7成人離婚,1成半人債喪偶 還有不夠6%的人債未結婚的隊 而單親媽比單親爸多 這10年,單親媽增加了3乘6 單親爸增加了2乘4 未婚嫁單親人士個案,在10年間暴升6成4 當中8成都是女性 母親的抉擇說 現在每年都有超過7000宗未婚懷孕的個案 大部分都是未成年少女 單親協會總幹事說 不少單親媽為了照顧子女沒有出去工作 所以拿縱援 但到子女大了,拿不到縱援又找不到工作 其實政府對單親媽的支援不足 因為他們不只在經濟上 還要面對外奸的負面目光 又不懂教子女 有時真是求助募滿 張超雄說 政府10年前開了5間單親中心 但最後都倒閉了 現在由綜合家庭父母中心處理 很難對症下藥 呼籲政府對這些弱勢社群改善支援政策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